参论上天 建议的教科团队 参与学生参加自公益市的教育部 全国工业队的机械经济 典现真好成就 也得到两个金手奖 一个旧生的困境 当中 既开科的学生 典军官 与人真丁军的核实态度 也得到成功金手奖的第一名 都有机会 能够赴上其国立的科技台课 继续提升自己的专业 就是这三位学生 在全国工业率的经济来集中 要在竞工车程与电脑辅助机械设计制度 这就金手奖与优先 一个成绩的话 最主要就是归功我们所有这老师 非常用心 从高一的时候就开始提醒我们的选手 又得到了很好的成绩 有三个选手出去比赛 三个都有得奖 两个金手奖 一个优胜 因为这次题目比较偏简单 所以它对每块的零件加工都要很精准 孔的锤子度也都要很好 所以就是很多细节都要在注意 各中国参加基业办的核心征文员 各种影响自己的因素 和操作于香港来讨计海口黑 并且自动用老师报名 加这个选手困难的行列 合适的野生会是你来提到金手奖第一名 另外核心林俊宇 在这里根据精准的车证经济 也提到金手奖的所应 那是参加电脑制度的林轩宇 这是在要求所有的 跟新本家设计之后来提到油性 按照它的那个图面去加工 然后做的跟它图画的东西一样 需要应用到什么样的技术 就是平常是练习的 然后还有老师教的 更有技术性层面的一个方向设计 然后要想到很多比如说力学 或是原理 有一些加工成本之类的 它非常的沉稳 所以当然啦 练习的路上有遇到一些挫折 可是借由师徒之间的讨论 抓出问题的重点之后 它还是展现出它那个特质 就是文 三年的混乱时间 因为必须来做到等级的混乱 也会差一点的风气 但是在宿船的没风气 又有比较的好友来做 机器的厚厚厚厚厚厚 这个经压的团队 好友是学到这么多 大概四个小时 那时间是有限的 那能够在这四个小时里面 能够抵抗这个高张力 跟高压力的环境 然后再按照裁判所给的图面 进行施工跟加工 那也要符合裁判要求的尺寸 这是非常不容易 已经从中得到什么 本身的一个真谛 我该要什么要去努力 我觉得这个是他最宝贵的经验 那再加之明年 还有这个全国的这个初决赛 我们也期待他能够得到一个 很好的成绩 另外这边我们在的是 海星在全国日本经济 也拿到第四名的信息 看到这些客户的困难 不用海星有吃好的技术 吃到地下 这边拿到好信息 也是对你最来的坚定 今天我们先采访过度